好當然呢在這一次的強震過後 我們也建立了災害應變中心 那總統蔡英文呢在稍早呢 是也已經到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來作證 那目前呢你從畫面上面可以看到呢 各個單位都在對總統進行目前簡單的災情簡報 蔡英文總統呢在稍早也發文 要民眾特別留意官方的訊息 至於呢副總統賴清德的部分 也發文希望國人能夠保持冷靜